跌完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没有不水 第二是怕病毒 新疫情 怕会办法第五波 所以令港股走势偏远 要留意一下 向下来说,牛正的重货区 近的重货区都跌穿了 在哪里? 28,500点到28,300点 是一个相对上重的重货区 这是恒指的5分钟图 早半个小时,到10点左右 大概走到今天的波幅 跌穿了28,300点左右 这些水平 要留意一下 早前的两个位置 4月21号28,506点 12号28,274点 跌穿了 向下 虽然跌幅收窄 跌300多点 但向下 还有一个重货区 在28,200点到28,000点左右 大约有2,000张左右 大家要小心点 向下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试穿了28,000点 才会判定一点 这个要去看 字幕提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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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